一个人第一生会经历多少段爱情吗?一次,两次,这可不一定,因人而异吧,男人以花心之称。 当一个人男生经历世间百态,对待爱情他就会想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认真。 那么,做十二星做男的第几个恋人会最幸福,不妨接着往下看。 白羊男,第四人,白羊做人在感情上感知度很低,一点也不敏感,活该在爱情上失败连连。 当白羊做人,第四人令人最幸福,第一人学习,第二人实习,第三人吸取教训。 第四人,游刃有余,在感情上慢热,无知的白羊做人,让伴侣感到无可奈何,不知所和抱怨起,总有一种无力感,一定要经历比较多次的情感才能渐渐醒悟。 金牛男,最后一阵,所谓的最后一阵,也就是走入婚姻殿堂的那一阵,看似老师的金牛座其实狡猾得很,而且索取有度,永远不可能付出在未知的地方,所以在还没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,是不可能对伴侣无底线得好的。 在恋爱的时候,不可能一个劲的为你满单,付钱,付出所有,牺牲自己,只有当确定婚姻关系的时候,你才有可能享受到这种待遇。 双子男,地恩人,看他心情吧,双子座的想法你别猜,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是他最爱的那个人,可是过后才知道自己当初有多么愚蠢,其实并不是他们不用心,只是变得太快, 让人捉摸不痛,跟不上脚步,要问做双子座的第几阵恋人最幸福,这得看他的心情,这种问题对于双子来说,永远是没有答案可言,也许是他的第一任最幸福,也许是最后一任,或者永远没有,巨蟹男,最后一任,当巨蟹座的最后一任令人最幸福, 因为他一定是无比的依赖你,爱你,才肯把你放在最后一任恋人的位置上,你一定能享受到他与众不同的呵护,感受到家的温暖。 巨蟹座的人温情浪漫,稳重又安全感,只要他把你当家人了,那么你就是幸福的,他们会让你感受到什么叫第一位? 巨蟹男,第一任,巨蟹座的人只有对第一任情人才会成惶成恐,忐忑不安,捧在手里怕摔了,还在嘴里怕化了,甘愿无视自己的自尊,见他自己都无所谓,这就是初恋的魅力。 不过,第二任开始,狮子座就开始老油条了,并且觉得自己以前太低三下次,简直是犯件,以后绝不会再犯这种错误,狮子还是十分理智的。 除了一开始被爱情动摇了心智,处女男,每一任,每个跟处女座恋爱的人,都能享受到妈妈爸爸般的呵护,这是名副其实的挚爱。 每一次的爱情,处女座都认真地去对待,严格要求自己当一个合格的伴侣,为对方做一切事情,比如做家务,他们一定尽自己所能打造一个,让对方觉得舒适的家。 不论哪一任统一对待,处女座要么爱,要么不爱,命缺无懒,没有将就一说,天称男,每一件都差不多,天称座的人做事喜欢将就,骂不行事,在爱情的面前,他们也延续做事随便的风格,糊弄过去就行,爱是什么呀? 互相取暖而已,在摇摆不定的天上面前,几乎没有专一的爱,所以做他们的哪一任恋人都差不多,他们会深室的请你先上车,给你夹菜,拿面筋纸,却不会在关键时刻做你背后的靠山。 天蝎麻,每一人都太幸福,在天蝎座的眼里,自己就是重色亲友的,只要有了伴侣,那么朋友都是次养无所谓的,自己极极温柔的呵护对方。 让对方享受深情缓缓的爱意,自己的每一件恋人都是太幸福了,不过他们的占有欲太强,对对方又太敏感,想要大战对方的一切,包括思想,有时候会让对方觉得窒息,那么是太幸福还是太不幸? 只有天蝎座的恋人心里知道了,射手呢,每一人都不幸福,射手座人文心太重,以至于对于爱情似乎活于淡漠,他们在历险旅游上的热情十足,像那火焰山的火一样旺盛,可是对待恋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,他们的每一件恋人都不幸福,射手太粗心,永远往前看的性格,导致性格没有那么细腻, 有时候让对方觉得不被在乎,却又从不惜去教训,走路的时候总是一个人随心所欲的走,从不顾及对方,也不会拉着对方过马路,摩羯男,第三人,对于摩羯座来说,第一段爱情像童话一碰就碎,第二段爱情像爱情小说,太重视对方太缠绵,落得了更日识巨分的下场,终于,在第三段爱情的时候, 懂得了减退有序,懂得了包容,懂得了怎么样去负责任,所以当摩羯第三天恋人是最幸福,让你享受最舒适的状态,最深情的表白,最温暖的关怀,水瓶男,第一人,水瓶座是留恋花虫的花花公子花花公主,每谈一次恋爱都能长一些经验, 如何捋获对方的心,让对方欲大不能,只有在第一次恋爱的时候是纯纯的,纯粹的情感,为对方无限的付出而不求回报,即使是以后谈再多的恋爱,都不会忘记第一次的刻骨铭心, 所以当水瓶座的第一人恋人是最幸福,既能享受到细微的关怀,还能涌流在水瓶的心里, 双鱼男,每一人,对双鱼座来说,每一个爱情都是生死相随刻骨铭心,每一件恋人都是自己再也忘不了的另一半,他们是浪漫多情,温柔善解人意的,他们的每一件恋人,都能享受到最幸福的时刻, 他们讲话轻声细语,对待恋人随时随地的呵护,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,双鱼座是个容易心软,体贴的心作,他们的每一件恋爱都是一样的浪漫,美好,让人神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